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把寄步器 加到你的iPhone桌面上 相信有非常多人都会使用 iPhone里面寄步器这个功能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 如果你要看到你寄步器的步数的话 你一定要点到健康这个App里面 就是它内建的健康 并没有办法把寄步器 这个小工具直接放到桌面上 一定要倚靠第三方的App 才能把寄步器的小工具加到桌面上 我相信不久之后 一定会有健康的桌面小工具 不然现在真的太麻烦了 你一定要点到健康里面 才能看到你的步数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怎样把这个寄步器加到你的桌面上 让你随时可以看到你走了几步 那这一种寄步器的App 其实有非常多种 你只要到你的App Store里面 去搜寻寄步器 或者是寄步器的英文的话 就会出现非常多的App 可以让你下载 那接下来我会示范两款App 给大家看 那如果你这两款都不太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去下载其他的App 那加入桌面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所以首先先去找到你的App Store 把它打开 然后里面你就先去搜寻寄步器 然后这边第一个搜寻的结果 你就会看到这个StepsApp寄步器 下面这个是广告 不要点这个 你就先下载这个StepsApp寄步器 下载完之后把它打开 打开进到这个App 然后它说要不要取用你的健身系统 你就选好 然后按开始 那这边它就要你就是设置一些你的个人资料 那我这边就先打一下 那资料设置好之后 进到这个App的主画面之后 我们先回到桌面 然后在桌面这边长按空白处 随便一个地方 然后它就会进入抖动模式 接下来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加号 这个加号点进去 这边就会有非常多的小工具 可以做使用 那我们今天要加入的 就是这个StepsApp的桌面小工具 如果你没有在这边看到StepsApp的小工具的话 你就往下滑 往下滑 然后滑到这个StepsApp的项目 然后把它点进去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寄步器的桌面小工具 然后按一下加入小工具 或者是说你想要有更大的小工具的话 这边也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是要付费的 所以我们先使用前面的 这个最基本的款式就好了 按一下这个加入小工具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子就可以把寄步器 加到你的桌面上了 那接下来我要示范第二款 这个寄步器的桌面小工具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爱的 然后进到你App Store 然后这边搜寻 你就打PoPoPo PoPoPo 然后按搜寻 就会有这个 Step CounterPoPoPo 然后按取得 下载完之后把它打开 然后它一样会要你做一些设定 然后它会说要不要让它 取用你的健身记录 你就按好 然后这边它就有写说 这个PoPoPo想要使用你的 这个步行的资料 你就把它打开 然后按允许 然后你就一直按Next 然后接下来你进到这个App的画面之后 你就回到桌面 然后一样我们长按桌面的空白处 进到抖动模式之后 按一下右上角加号 然后你应该就会马上看到 这个PoPoPo的寄步器出现在这边了 那一样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寄步器的话 你就往下滑 然后去找到PoPoPo的这个App项目 在这边PoPoPo在这边 所以点进去 PoPoPo它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简洁的款式 那如果你想要比较大的小工具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选这个中的 那它上面就会有显示说 你今天走了多远 然后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那基本上最简单的款式 它就是显示你的步行步数 那决定好之后 按一下下面的加入小工具 那就出现在你的桌面上了 那把这个寄步器 加到你的桌面上面之后 如果你想要把原本这个App 隐藏起来的话也是可以的喔 你就先长按这个App 然后选择移除App 然后选从主画面移除 那虽然从这个主画面上面移除了 但是其实它并没有 从你的手机上面做删除喔 如果你想要把它找回来的话 就到桌面的最后一页的这个App资料库 那你看它就在这边 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PoPoPo的界面 我觉得它比较可爱 那StepsApp的我觉得它也是OK啦 但是它的界面我比较不喜欢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其实App Store里面也有非常多 寄步器的选择 大家可以在上面打上寄步器的中文 或者是寄步器的英文 都会出现非常多的App 那就像刚才我示范的一样 你只要进到那个App之后 回到桌面 然后按加入小工具 就可以找到这个桌面小工具 然后把它加入桌面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多尝试看看 哪一种寄步器的界面 是你比较喜欢的 那我今天示范的就是这两个 那你也可以自己去探索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寄步器小教学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顺利的 把寄步器加到你的桌面上呢 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另外呢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